一二五 陕西挖出武则天宰相上官瓦尔木 专家打开墓室后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大跳 只见光果被焚尸骨遍地 墙上还印着刀刻腐皮的痕迹 正当众人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一件诅咒之物的出现 证明了这位大人物死后 曾遭遇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官方毁幕 那么问题来了 究竟是谁策划了这起报复行动 在这座传奇牧师中 研究人员又找到了哪些惊人线索 保持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金国宰相上官瓦尔的前世今生 2013年9月 坐落于咸阳市杜镇邓村的工地上 正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按照原论计划 此地将修建一座机场 可就在工程进行到一半时 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 地下竟然冒出了几个黑漆漆的大洞 往里探去深不见底 由于此处 历史上曾是龙望兴盛这地 施工方急忙联系了咸阳市文物所 半小时后 专家抵达了现场 这一勘探不要紧 先前那几个黑漆漆的窟窿 竟然是传说中的天井 按照古人的规矩 这是天子诸王下葬时才被享有的 难不成这里埋葬着的是某位王侯 抱着激动的心情 研究人员开始了抢救性发掘 几个小时后 木道被清理了出来 望着眼前的五个硕大天井 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正经 因为按照文献记载 即使当朝天子下葬后 也不过才六个天井 普通诸侯公主 更是仅有四个天井 显然 牧主人的身份在当时 应该是仅次于皇帝般的存在 究竟是谁呢 能有如此奢侈的待遇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工作人员开启了木道 下一秒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场景给震住了 只见幽暗的墙壁上斑驳沧桑 各种刀痕俯披的痕迹 让人误以为闯入了武侠世界 原本那些应该留给浮屠彩绘的地方 全都空空如也 甚至连地面的砖石都七零八落的 仿佛有人故意给抠掉了 这群该死的盗墓贼 又被他们抢先了 正当大家咬牙发泄时 角落的佛刊上有了发泄 在一个隐蔽的洞穴里 出土了各式各样的三彩堂人 有的是骑马的达光贵人 还有的则是远渡而来的一语商人 他们各个造型生动 一看就价值不菲 若是盗墓贼来过了 怎么会留下这些 正当大伙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 墓室被打开了 忽然间人群里传来了一声惊呼 你们看这是什么 陕西挖出武则天宰相上官瓦尔木 专家打开墓室后 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大挑 只见光果被焚 尸骨遍地 墙上还印着刀刻腐皮的痕迹 原本用来成脸尸骨的光果 早已不翼而飞 附近的地面上 还残存着大量黑色的颗粒 经过地毯时发觉 工作人员在墙角 找到了一尊石碑 这是一个墓质名 众人借着手电微弱的光桥去 只见上面赫然刻着九个大字 大唐顾赵荣上官氏名 经过文献解读 所谓的上官氏 就是武则天的一代宠臣 上官瓦尔 但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如此一位全亲朝野的大人物 却在死后 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甚至连墓葬都被人给毁掉了 1300年前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为了找寻墓后黑手 考古人员又对整座墓室 进行了仔细勘探 结果别说盗洞了 连老鼠窝都没找到 很显然 这座墓是被人从里向外焚毁的 忘了眼前令人心碎的场景 在场的一位老教授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这不是普通的泄恨 而是官方级别的岛墓 原来上官瓦尔 作为一代全臣 不仅深受武则天的信任 同时还和当朝太子有染 甚至在权力达到顶峰时 一度圈养男宠 企图称帝 而亲自策划这起官方岛墓的 极有可能就是后来的 大唐天子李隆基 关于这一切 还得从一块诡异的骨头讲起 陕西挖出武则天宰相上官瓦尔墓 专家打开墓室后 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大跳 只见光果被焚尸骨遍地 墙上还印着刀刻腐皮的痕迹 为了还原当年的真相 专家将一枚从现场发现的骨头 送往了研究所做鉴定 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的 这并非是上官瓦尔的残骸 而是一块黄牛骨 可没想到正是这次的误打误撞 揭开了一段千年前的恩怨 原来在一千多年前 民间流行着用动物骨骼诅咒的巫术 尤其是黄牛骨 据说含有阴气 淬炼过后雕琢去星 放于墓室中 可以锁住主人灵魂 令其永世不得投胎 受尽酷刑 那么问题来了 究竟是谁如此憎恨上官瓦尔呢 据文献记载 上官瓦尔又名上官昭荣 出生在今天的河南陕州 少年时由于聪慧善写诗 被武则天重用 收入宫中参与朝政 掌管百官奏折 后渐渐地博得了金国宰相的美名 后来武则天病逝后 上官瓦尔又攀上了唐忠忠李显的大腿 与其私通淫乱后宫 做了昭荣 并且私下里和太平公主极为交好 公元710年李显暴病驾崩 韦皇后为了效仿武则天 独揽朝政大权 安排自己的亲朋党羽 坐上了要职 危机关头 林子王也就是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 联合太平公主发动了震惊天下的唐龙之变 领兵杀入后宫 剿灭了韦后及其一众党羽 在此期间 上官瓦尔曾亲自拿着遗诏迎接李隆基 正是自己绝非伟后的帮凶 始终和李唐宗室并肩作战 面对这个反复无常的老油条 玄宗二话不说就砍了他的脑袋 并命人悬挂在旗上作为震慑 太平公主闻讯悲痛不已 最后出巨资为上官瓦而厚葬 也许正是这次的矛盾 导致了二人日后反目成仇 公元713年 因为不满李隆基赌掌朝政 曾经的盟友太平公主私下里发动了谋反 只可惜时过近前 在李隆基的运筹帷幄下 这场惊心预谋的内斗被一夜平息 三天后太平公主被刺死于家中 其儿子及其党羽被一网打击 全部斩首 在查抄的过程中专家推测 李隆基发现了上官瓦的墓葬 于是薪酬救援一把算 最后命人放火焚烧 把里面的陪葬品全部砸毁 烧不坏的也都尽数超没 从墓道中那些预留的壁画可以看出 当年这绝对是一座灰红奢侈的大墓 里面的光谷绚丽独目 周围的陪葬品更是不计其数 上官瓦儿的人生正是大唐江山的写照 在辉煌中不相没落 无论是真修美传还是锦绣和山 最后都留不住 有的只是千年后的一胚黄土 告诉世人 这里曾演绎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故事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